全球每年超過一半的碳排放來自於建築環境 所以地產發展商在減碳方面集無旁貸 今集就帶大家看看 澤根香港超過60年的華茂集團 怎樣引入創新綠色建築技術 為大家健全可持續香港 今年是華茂集團第四次舉辦可持續發展論壇 每屆都邀請政府、非牟利組織、學界、商界參與 今年以為香港開創共融的政靈未來為主題 集思廣益推動改變 在追求政靈未來和可持續發展的過程中 華茂集團一直將人、繁榮、環境 三重基線融入營運當中 在發展業務的同時為社會和環境創造正面價值 在多項綠色建築上開創先河 我們華茂集團是香港第一個使用組裝合成 在住宅項目的興建 這個項目就是幫市居重建局 一起合作在東京街的項目 接下來我們有一個較為大規模的 在東充配電站MTR上蓋 我們都是用組裝合成的方法 那裏有2000個單位 將會是全香港最高的住宅項目 利用組裝合成去做的 華茂集團說 在東京街項目採用組裝合成建築法後 建築過程中分別減少了7.5%的碳排放和噪音 建築廢料減低了6.8% 可持續建築就不止這一碟 華茂集團同時引入了零碳供冷項目和正能櫃 加上其他節能措施 力求在2030年將碳排放強度 較2020年減少超過一半 現在我們引進了正能櫃 其實就是一個電池的發電機 自然是很靜 也是很清潔的能源 將來我們所有的地盤 其實都會用正能櫃 減少了柴油發電的需要 幾年前在安達神道的建築項目 是第一個在香港引入正能櫃系統的香港地盤 亦是在碳排放方面 只是那個地盤差不多減少了85% 在氧化碳排放 等於大約200個車的碳排放 至於為如深廣場特新訂造 全港第一個零碳供冷空調系統 預計節省超過五成的用電量 等於每年減少7000公噸的碳排放 能夠創造到這些成果 正正都是因為華貿集團是香港第二家 獲得SBTI認證的地產發展商 確認集團的減碳目標 有助將全球暖化的升幅控制 在涉事1.5度以內 我們一定有改善的空間 但是我們肯嘗試 很多事我們都肯做過先行者 ESG其實不是一個人或一個機構 就可以做完的 因為是接觸到整個社區 因此幫社區不同的自分者 充分溝通和合作 可以將ESG推動得更加好更加快 華貿集團本絕對可持續發展的信念 積極制定減探目標 透過創新技術 合力建構更移居的社會